看今天早盘整体上走出一个震荡性的行情 我们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分时结构图 现在时间是4月6号早上的10点48分 我们看今天早盘上阵指数走出一个低开之后的震荡反弹性的行情 盘中一度是翻红的 生成值也是低开之后的弱势震荡的格局 创业板指同样目前是以绿盘为主 但是我们看到半导体板块大涨4.84% 所以带动科创50大涨2.55% 那么今天的五频我要重点强调一下 半导体板块为首的科创50 我认为已经是到达了高位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认为已经是到达了高位 从结构上我们看到高点下来 这是一个一浪下跌 二浪的反弹好 345 如果说这是一个一浪上行的话 好 ABC的下跌 那么3132 目前其实是一个主升三浪三的结构 我们重点要看一下 这个三浪三是不是结束了 这是一个一浪的上行 二浪的回弃好 345 我们发现这个主升浪三浪三 也是走一个五波段 那么走一个五波段 我们再看一下60分钟级别图 目前是一个上涨的末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半导体板块 60分钟结构图 目前是一个末段 所以说半导体板块即将迎来三浪四的回撤 同时科兽50目前也是上涨的末段 将迎来三浪四的回撤 我们看到这个调整整体是一个复杂性的调整 那么可能对于科兽50和半导体板块是相对比较简单的调整 当然调整的幅度会略大一些 回到上证指数方面 目前两市加在一起超过3000家是调整的 但是指数方面仍然是强势翻红 所以说对于上证指数目前仍然是积极乐观 那这个话题稍然是失败了 但是 try and remove 去聚 PT 是的 你